2018年CBA技术代表和裁判员退役颁奖仪式 今天在北京举行 两位CBA名少乔龙生和杨茂公正式从裁判岗位退役 不过据悉他们二人将和班旗一样开始转为技术代表 继续为中国篮球做出自己的贡献 乔龙生、杨茂公和班旗都是CBA连赛的元老级名少 三个人并称CBA三大金少 上个赛季班旗就已经退出了裁判队伍 担任CBA的技术代表 而乔龙生和杨茂公却依然服役 执法了2017-18赛季的CBA比赛 其中出生于1961年的杨茂公 现年已经57岁 出生于1964年的乔龙生 也已有54岁 早已经超过了国际裁判的正常退役 年龄50岁 属于了超龄博弈 乔龙生1964年出生于天津 他在1992年 被批准为篮球国家级裁判 1999年被国际蓝联 授予篮球国际级裁判员 乔龙生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大型赛事的临场裁判工作 是CBA联赛表彰裁判员之一 他还是2005年首届大超优秀裁判员和市井赛随队裁判员 多次担任国家队的随队裁判 他在比赛中止法阎阁 一丝不苟 因刚直播阿的判罚 身后球迷好评 在2016-17赛季常规赛最后一轮 北京南篮主场迎战四川南篮 比赛最后时刻 王汝恒上篮时 乔龙生果断吹罚了方硕犯规 王汝恒罚球决杀北京 玉林军无缘季后赛 今年57岁的杨 冒功2000年 获得国际业余裁判员称号 连续多年获得CBA WCBA金哨 银哨奖 参加过印第安纳波利斯南篮时锦赛 悉尼奥运会篮球比赛的执法工作 成为执法南篮时锦赛和奥运会的中国裁判第一人 他执法的特点是 稳重 老练 具有主导比赛的能力 说话办事干脆利索 既有号召力 又有推动性 他既能吹高层次的比赛 又能主动吹低层次的基层比赛 而且对待事情严肃认真 一约定执法 虽然杨茂公的判罚曾经引起过一些争议 但是总体来说 他的执法水平在国内仍是顶尖 杨 乔二人在国内联赛执法多年 参与过很多重要的比赛 也多次荣英金少奖 然而不可避免的是 他们的执法生涯中 也遭遇过许多波折 尽管曾出现过一些争议的吹罚事件 但整体执法水平在CBA裁判队伍中首屈一指 随着两人的退役 那些CBA的经典桥段 会慢慢成为江湖传说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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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